刚快闯红灯不巧撞到没有带转的机车骑士 两个人双双倒地 事情发生在桃园归山区的万寿路一段 无幸骑士没有两段式左转 停在中央分隔岛等待 起步时被对向闯红灯的机车撞上 两人都挂踩 其中闯红灯骑士脚骨折比较严重 骑士停在分隔岛前 看到来向转红灯催起油门 不过才刚起步 令台机车突然冲出路口 当场拦腰撞上 众人的骑士连人带车翻跟斗 两人双双喷飞倒地 另个角度再看一次 当时汽车车都有乖乖停红灯 只有一位骑士还高速行驶 闯公路口时看到机车已经煞车不及 猛烈撞击下车壳零件四散 不过这一根究底 其实双方都有责任 无姓男子骑程重机车 唯一规定两段式左转 被真姓男子骑程重机车 为遵守交通号制发生差转 10号上午将近8点 28岁无姓男子从桃园骑向新北 转式左转只停在中央分割岛等待 不巧碰上28岁真姓男子 新北骑往桃园方向 闯红灯 双双违反的交通规则才会鸟火 真姓男子脚步骨折 无姓男子多处差错伤 双方九侧子均为零 14车祸9次快 这回两位骑士都为一时抢快 学到了惨痛找寻 今天长谈报道